再多喝一點水 然後 等一下我是說真的 其實也是跟時差有關系 咳咳咳 該怎麼辦 凡是空的就不輸啦 然後這他的上面的雕像是 頭也不見了 整個都已經殘缺 然後就當時要把你帶走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媽媽跟小孩在那邊哭說 不要把我們的爸爸帶走 他們能做什麼事情 把你吊死 我們現在腳踩的這下面呢 就是希特勒當時引淡自盡 最後的地方 就是在現在我腳踩的這裏 紅石柳先生已經來到我們的飯店了 他本來要帶我們去 集中癮 可是我突然好像吃完KIKI之後的後遺症 畢竟我們都不是20出頭啦 會需要一兩天的回復其實真的很差 我不相信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是啥 帶你們去看市區裡面的 例如說像二次大戰的 東西得分裂的那些 比較偏向這些的景點 都會在那種KIKI站 咖啡廳 隨時可以坐下來的餐廳的周圍附近 我畫個妝 起來吐了兩次 很搞的 妳是我的課都混了嗎還是 我都混太多了 昨天晚上那一餐期對妳的消化系 怎麼算是一個期中考 妳看預期中也好 因為今天 嗯 就很想吐 再做個眼神 然後 二 我好痛苦喔 怎麼辦 你應該什麼都可以做到對不對 如果說我的能力幫我之類啊 好 那我這件事很簡單 可以去幫我畫眼線 你如果不怕我的這種 就是會抖在手會出問題的話 我是沒有意見啦 我們移駕 化妝間 等一下我是說真的 其實也是跟市場有關係 我想看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不會這樣 代表在台灣真的太乖 學生說要幫我畫眼線 相信我的話我是沒有問題啊 我怎樣都會相信 好來吧 妳的裝備在哪裡呢 好 我要躺在哪裡 我真的比較方便 就是都可以 你只要這樣 我如果有辦法處理到地方就好了 所以下一位我要拿哪一隻 你有拿牌子 當然是你自己決定啊 你要怎麼不對啊 我只能說 我盡量試試看會不會什麼 這是趕鴨子上架咧 那不然我就躺這 那我頭在這喔 幾頭啊 花大體 幫我另外一邊照一舊吧 如果我不小心畫過頭的話 怎麼把它去掉 因為我真的不熟 所以 我有修正的空間 那就是什麼樣子 有想到嗎 欸你怎麼把它畫成鳳眼啊 那為什麼是 畫兩筆還不是可以把它畫的 那樣子 很... 我抓不到它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很好看 如果我可以把它這個修成 很漂亮的妝 我是不是很厲害 我看一下劉先生的這個妝 我能不能改 劉先生這個妝很有藝術價值喔 這樣有沒有 龐克的德國風 我剛才怎麼辦 怎麼第二天才開始吐 我也分不出來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你今天會不會早起床 啊... 是嗎 你媽這樣不吐啊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真的不會吐 好像是像眼螺王 不要吐了 好對稱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動 好啦 兩邊一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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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 謝謝洪詩六 因為我一直在吐嘛 KiKi之後我不舒服 而且重點是 明倫呢 他也送你一擊就了 我認識的人其實去之後 通常出來的24小時之間 你大概都找不到這個人 對 所以早上他來的時候我就在嘔吐 然後他說很麻煩 他就兩個小時之內 讓我消掉的感覺 結果他竟然做到了 他馬上就直接出去外面幫我買那個味乳 再來去買那個湯 哇...有洪詩六這個導遊 讓我覺得心裡面非常的安心 大家一定要來多多支持我們的 台灣磁光紅詩六 想問一下紅詩六 對於戒斷這件事情 如果你之後的遊客 有發生這樣的問題的話 如果接下來你還是有 要去跑趴之類的話 前一天最好是可以先把 像你剛剛吃的那些 真的 去買一下他們那些保定食品 出來的時候 該吃的該準備的都弄一弄 那這樣你的恢復的速度 就會相對快很多 好啊 現在第一站是要去哪兒呢? 我們等一下先去那個 Postamaplatz 它是西柏林著名的一個腦區 在以前那個納稅時期就是 希特勒的辦公室所在裡面 他是自殺的啊 他是自殺 對...說之外的話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去看那個 蓋世泰國 以前納稅時期的 專門在對付自己人的秘密警察 你知道神明說我上的眼圈嗎? 跟歷史有關 我去那個啊 在台灣非常顯赫的神明那邊 他們有奉上一個赤兔馬的酒 我看過一台流眼淚 然後神明下又跟我說 跟那個也有關係 可是天津不能洩漏 反而有另外的基尊神 就上來跟我說 這匹馬跟你朋友 我就上網去查司徒玩什麼 我還發現他是呂布的嘛 這個表面是呂布耶 我也以為是希特勒的嘛 不是啦 會不會其實我們這輩子 都還有經常一些那種前世的記憶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接人 從為什麼好像對這個地方 有一些想了解 搞不好可能其實我前輩子是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的臉色有好一些喔 你會把脈嗎 我不是學中間 你不能幫我當作 夠啊 你為什麼你們都會 導遊大師也有不會的東西呢 大家不用再提你有身體上的問題 或者你有行程上的安排 立刻要改換行程 他都可以換錯了嗎 你看 這是東柏林街頭的北韓大使館 這個地方很有趣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不可能看到北韓大使館嘛 因為北韓是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個是因為在以前 跟民主德國是有很好的邦交 所以他們的大使館 用這個東西再賺錢之後 因為這個是屬於制裁的一款 就搶擾他們不准一夜 所以後面才收掉 我就有認識 有台灣人曾經在 剛來的時候 每地方住的時候 真的在裡面住了一小半時間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棟建築的那個柱子 跟這一棟建築的幾個正面的這個 就是羅馬風格的這種裝飾柱 你會看到它上面有兩種顏色 白的是後面補上去的 黑的就是它當初落成 然後現在是一兩百年的原始的顏色 你現在看到是安安靜靜對不對 可是你要想 1945年4月份的時候 蘇聯進攻火力 火力戰役那個當下 這邊就是兩邊街上是 納粹跟蘇聯的士兵 一直在開槍 然後路上用炮火彈射來射去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 這上面這每一個淺色的 這個不規則的斑點 都是一個一個布槍跟那個 炮彈打出來的 這個時候為什麼這上面有彈孔 是因為可能有一個士兵 躲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懸司 在那邊朝這個方向開火 這顆已經是手榴彈了喔 這麼大一個 它也有可能是榴彈放 他們現在把這些東西留著 也是在告訴他們後代 不要再去幹這種納粹的事情 你會讓這些事情重新再來一次 因為它那個時候打槍站 真的是每棟房子在搶 只要這個房子是經歷過 1945年4月份的 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在台灣的定義都叫做熊仔 在最後那一個月的時候 會有一批叫做所謂的 國民風暴 一許一下救察隊的人 他們就是會 愛家愛戶的去敲門 打開發現是一個 就是這種成年男生 就會說 你怎麼會在這邊 你應該要跟著我上去打蘇聯啊 然後就當場要把你帶走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媽媽跟小孩在那邊哭說 不要把我們的爸爸帶走 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不然吊死 在吊死的時候 還會在身上掛一個盤鞋 這個是個懦夫 或這個是個叛國者 其實柏林街頭 除了原本的軍人之外 還有很多是這樣子 被逼上來的民眾 這顆是一個很大的 砲彈打下來的 砲 這道牆倒是挺完整的喔 所以你蹲在這就可以 躲過流淡 那你上來的話 就會轟炸烤彈 嗯 趕快跑 納粹時期為什麼要有這種 就是一直往外拼命打的 意識形態是因為 那個時候其實特勒 提出一個東西叫做 生存空間論 在他開始往外擴張之前的 那個德國的範圍 實際上是很小的 不夠所有人居住 也不夠支援讓所有人用 因此德國人必須要去 爭取屬於他們的生存空間 不過因為當時西邊是法國 法國也是一個強國 還有人不起 所以他才會提到說 我們應該是要往東邊去走 所以他們才會一開始為什麼會跟蘇聯合作 把波蘭一分為二 就去佔領捷克 奧地利 德意志帝國時期 這個位置就是總理府 後來因為在蘇聯進攻的時候 就是希特勒的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你知道 敵軍中心的中心 所以說 他們那個時候的進攻就是 除了國會大廈之外 這邊就是當時蘇聯的 就是最終的目的地 所以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其實前面不是這些組長 是總理府 然後這是總理府的後法院 其實那個時候 美國 英國 跟重新復國的法國的空軍 可以開始漸漸地轟炸進來德國 柏林其實也是會受到攻擊的 所以在1944年 中後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納粹為了保護希特勒 因此就幫希特勒設計了一個 非常非常堅固的地下調寶 就是從總理府裡面有地道 可以走到地下調寶 密室 對 密室 密室非常的大 有小型的醫院啊 然後有廚房啊 什麼功能都有 那其實就是在你現在眼前這個360度 我不講實際上在哪裡 因為其實按照法律 我是不可以明確地把它講出來的 希特勒就在這裡底下 躲炸彈 躲了很長一段時間 網路上面 大家應該有看過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就是希特勒拿著鉛筆 在那個房間裡面亂摔吧 對對對 其實那部電影裡面講的 就是希特勒的最後的十幾天 到了1945年 4月30號就是希特勒已經確定了 德國的滅亡之士 在幾天之內的事情 他就先象徵性地跟著他的情婦 Everblower結婚 然後結婚的隔天 他在就是吞那個金華屋跟開槍自殺 兩人自殺之後呢 還殘留著這些納粹的軍官跟士兵 就把希特勒托的事情給燒了 那幾天之後呢 就是蘇聯紅軍就真的打到這邊了 然後接著德國就投降了嘛 那無條件投降之後 這個地方 剛好是歸蘇聯管理的區域 所以接下來就是間接地變成 東柏林跟東東 其實他們原本是想要把這整個地下碉堡 全部都要炸個溪來 盡量能輕微就輕 但是因為這個碉堡的工程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辦法真的把它完全地毀壞 所以這個地方後面就漸漸就沒有人去碰 後來兩德統一了之後 基於尊重歷史 把他的被東德破壞過一輪之後的狀況就保有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就是說他就是回歸一般的民用 你看那個告示牌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腳踩的這下面呢 就是希特勒當時引淡自盡最後的地方 就是在現在我腳踩的這 二次大戰之後其實蘇聯損失了至少13%的總人口 那所以你是說當時把俄羅斯啊或是烏克蘭啊 與多難少的原因也是也是這個部分 跟這個時候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你可以想的是說 畢竟在這種軍事作戰的情況下 男性一般都是被丟去前線的 所以他這個人口比例之後就被影響 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恢復 像例如說我一個很好的朋友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聊天的時候他就有聊到說他從小到大 班上永遠都是女生多 柏林圍牆的時候那邊是東柏林 然後前面那邊是西柏林 所以這就是東西柏林的交界線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就是死亡區 你現在看到這是一個建築跟巷島 可是在以前柏林圍牆的時候 那邊是牆 然後這邊也是牆 然後中間這邊是一個超級大的平坦掃地 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時光機 跳到1989年出同樣一個地方 我們一站下來不要三秒鐘 馬上槍就開過來了 所以那時候那個塔裡面全部都是私兵 《柏林圍牆》的電影不是有一幕就是經過牆 然後就看到有人在那邊翻 然後就被開這樣 你說這一條磚頭是什麼 這一條磚頭就是東西柏林分界線 兩邊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差異 然後市議會就是在東柏林那邊 所以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要西柏林了 哦 我們現在要去西柏林囉 這好多炮彈 你看 一個一個 然後它的上面的雕像是頭也不見了 整個都已經殘缺 這邊就是恐怖地形圖 它是以前那個蓋世太保 這次全名是叫做 縮寫是 所以有人會戲稱總經理的蓋世太保 那就表示那個人就是專門在排馬屁 而且在幫總比 在東內部 就是公司內部的人啊 這蓋世太保其實說出來就是大手啦 很有無法無天的那個涵義 就是說它想怎樣就怎樣 它沒有在管你 來啦 看我的朋友明倫來了 好開心喔 你取消了嗎 怎麼可能 我們去看那個希特勒 我們去看他那個之前的一些歷史的東西 他是台大的地理研究博士 不不不不博士在這邊 然後他都 他在我們整個德國導遊 他是明倫 他是在台灣的十大教育 他也會說中文喔 一間點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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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去看什麼意思 這邊有一些裝飾 我一直吐 吐到我這個沒辦法起來 你們兩個真的是不行 你們三個人來的嗎 你們三個人來的嗎 我們三個人來的 但他不會去踢踢 走吧 走吧 它其實原本是一個大型的辦公樓 但是後來在二十大戰最後面的時候 也是一樣被轟炸以及蘇聯進攻的時候 就把這整個地方幾乎就都毀掉 被毀掉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是圍牆 因為這是原本西柏林的分界線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西柏林 非常邊邊靠近圍牆的一塊 可以說是氣質的土地 再加上因為它原本是蓋絲泰堡總部嘛 所以之後就圍起來變成紀念地 這邊就有設計博物館 就是在展示說 當年的蓋絲泰堡是怎麼形成 怎麼運作 怎麼去迫害民眾 然後現在這邊下面呢 有一條牆 其實是以前蓋絲泰堡的 那個地下牢房的痕跡 如果你現在看到的下面這排 都是牢房 有些是水牢 水牢就是說 它底下就是一個超大的水池 泡下去不是會懷孕 是髒水 很可能就是上面那個馬桶處這樣 它就是把你泡在那裡面 那因為很冷又很臭 而且你皮膚會爛 就泡個三五天 受不了之後抓上來 招不招嘛 一句話嘛 你招OK那下一批的人 就會被調查 又是刁民眾的刁民眾的刁民眾 真可怕 就是把這個過程一直重複 然後當他發現這個人身上 已經挖不出東西來的時候 就把他殺了 那他現在在上面就是放了這種 就是很多的這個解說 就是在講說他們當時是 就是從納粹黨開始崛起之後 這個組織跟納粹黨是怎麼樣 一步一步的 把德國民眾的自由 可以吞掉 最後面再來破壞自己人 一直到戰爭結束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圍牆 就是不規則的那些孔 其實這些是當時1989年 一宣布圍牆 邊界開放的時候 那時候是兩邊憤怒的民眾 衝過來自己拿自己家的那種鐵工具 去敲 這個牆讓他們分隔了28年 因為這個地方 剛好旁邊有一條圍牆 所以說一般來這邊看的人呢 他不會只看那盖世太保 他也會順便看這個圍牆 不想買這件裙子 它是人體磁鐵 你想幹嘛 你要不要買 好 等下一個小時之後還會出來了 你說這一家店是你覺得 柏林最好吃的餅飲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很好吃 非常好吃 很難吃到 所謂的西瓜冰淇淋 對啊 因為它這個是拿成西瓜辣的 這個金色的磚頭呢 在隊伍的大城市 像柏林特別多 他們是用來紀念 二次大戰時期對猶太人屠殺的民眾 就是專心陣營 所以在上面他們會刻 第一行之前 這邊曾經住著 中間這個是他們的名字 下面這一行呢 是他們出生的時間 在下一行 他們是什麼時候被抓出來的 到我第二行是 他們是被送到什麼地方 最後一行被殺掉的時間 剛剛去那KIKI的專賣店 就是裡面的KIKI的服裝 我看那服裝 我就是要買 可是我一邊看 我一邊開始想到KIKI的東西 快養吐 想到他們玩的那樣 不是很開心嗎 很開心 可是覺得很... 吐出來會比較舒服 其實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耶 因為我以前玩的話 真的是很能玩 現在到底怎麼了 但我也是第一次 你年輕啊 我在那年紀的時候 好像沒有吐過 天啊 我要補老了 你看 該怎麼辦 凡是空的都不舒服 現在因為很想吐 所以來吃 再拿個河 看一下這邊的河怎麼樣吧 還不錯 很清淡 在這邊一樣 那你喝的是什麼 那是酪梨牛奶 太吐了 讚 他們在教我們去南歐的小教室 弄得像房地人一點 可是我要穿漂亮的衣服去外面拍照啊 我覺得有些東西就是太像觀光客 就是說 這邊掛個香機對不對 那如果我後面背一個登山包 然後登山過來一套香機 我等一下 我背後面就是別人 對啊 都是不要沒關係的東西啊 對 噢 我們要是不是裝得要像當地人一點 對啊 再兇一點 上下把我自己的裝成碎板一點 但我真的完全不掉我的眼睛 可是這是因為 我在睡的時候 其實 我的手是這樣子扣的 所以這個情況下 等於是他一看就知道 這個手一定成功 我覺得搶搶看起來也不好惹 真的假的 對啊 我媽說你著急 你還說要去 我一個晚上要抓錢 或者是那種明明超多位 硬要坐在你旁邊坐超擠這樣 然後還有一種啦 兩個人搭電腐器的時候 互相看對方 對 這幾天我跟你出去搭電腐器的時候 我都是 看著你們 然後你們看著我們 嗯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 也是一樣 他們就知道這群人是我們的背面 對 那我們等一下要回家吧 好 可以在上廚嗎 好 老了 我現在都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